那我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了 我想大家非常期待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堂课 第一堂课呢我们很高兴要邀请到的是文胜老师 邱文胜老师呢我想他是国中小创课教育界的神人的这个称号呢 我想不需要我多说大家都知道了 那文胜老师有两点让我非常佩服的地方 第一个呢就是老师跳脱框架的思考能力还有整合能力 每次在跟老师讨论的时候 老师总是能够突破盲点给我们很好很有建设性的建议 那后来我才发现这个跟文胜老师自己本身的斜杠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那文胜老师另外一个让我很佩服的地方 就是老师化繁为简的功力 每次当我们有疑问有问题课程的设计上面 有一些没有办法突破的地方去请教文胜老师 文胜老师呢都能够把很复杂的道理 很复杂的一些方法讲得很清楚 让我们一听就懂 而文胜老师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隐藏功能 就是推坑能力 在整个造课师的过程中呢 我们应该算是跟文胜老师讨论最多的 在过程里面呢 文胜老师会不断地肯定我们 不断地鼓励我们 让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真的是太有意义 所以就决定不断加码 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的造课师活动里面的这一个老师的自主研究的经费补助呢 还有是我们的这个参赛补助呢 都是在跟文胜老师讨论之后被老师鼓励出来的 所以呢这一次我们能够有这么丰富的一个计划可以参加 我想我们都应该要感谢文胜老师 那我现在就不占用老师的时间 我们现在就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邱文胜老师 好感谢大家 我的声音听得到 可以 那我就直接开始上课了 我分享一下我的画面 好 不好意思 因为我现在用的那个Libra Office 它全萤幕的时候 它会有点状况 所以我就这样子分享 各位大家好 大家辛苦 这个假日还要来上这个课 那本来我当初 呃 答应联发科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是希望带大家去 联发科基金会 去享受一下他们最新的基金会的这个大楼办公室 好 可是 天不从人愿了 好 那我们就只好还是在远端这边上课 那我作为第一堂课 我的用意其实也不是教大家计数 计数下午就会有老师分轨 带大家进行 那所以我这边呢 主要是呃 让大家在想法上 有一些 呃 改变好 有一些改变 那首先 在科技领域的部分 呃 我想技术的部分 大家其实都没问题 因为在网路上 你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的学习资源 那所以更重要的反而是这个 我们在教学生的一些概念上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在上这个课之前 我要先跟各位老师沟通两个观念 那第一个观念是 我想现在全世界都在学程式嘛 那这也是科技教育里面的一环 那教育部呢也规定说 希望从国小到大学 希望大家都能够学程式 那我们从这个点去出发来讨论这一件事 啊 所以现在是一个全民学程式的时代 国小国中高中要学 连大学通试都有开程式教育 所以每一个人到大学毕业之前 都要修过程式 好 那所以我们会花这么多这么多的时间 在程式教育的路上 在小朋友 他会花了这好几年的时间在路上 但是啊 不好意思 那个版面有点跑掉 好 但是你常会遇到家长或者是学生 会问你说 我以后又不走资讯业 我干嘛浪费时间 如果我把这节省下来的这么多年 这么多节课的时间 我如果以后想要去从事这个餐饮业 那我为什么不现在 就把这个时间用在餐饮业的学习 这是教育上面的确这样是最有效率的 那但是当我们科技课老师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家长问你这个问题 那有时候真的很难回答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证据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去说 因为根据劳动部的统计 去年的 今年的统计 大学的毕业生 就大学之后 那个毕业生的就业率里面 在各领域 这边各个领域里面 我们去检查一下所有的领域 只要跟城市有可能有一点点关系的 比如说出版 影音制作 通讯 资通讯服务业 还有那个专科科学及技术服务业 我们把这两类都当做他未来是一定要 用到写程式这个技能的话 那就只有这两类 因为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服务业 或者制造业之类的 那这样的一个公布的内容 我们去做了一点小统计 你把这两类的人加起来 总计是65万4千人 那全部的毕业生是1152万 1152千人 那这个比例把它除起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比例不到5.7%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每100个人大学之后 每100个人 他最多最多只有6个人会进到资通讯产业 会用到写程式这个技能 那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具体化一点 因为我们在运算思维里面有讲到资料表示 所以你讲一些资料要人家能够听得懂 那所以我让他具体化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一个班30个学生 6%就是不到两个人 那不到两个人 你教程式他以后毕业会有用 那另外28个人呢 他会用青春来陪葬 因为他都学到程式的技术 但是对他来讲 他毕业之后是完全没有用的 所以这28个人会跟着你陪葬 会跟着那两个会用到的人陪葬 好那所以事实证明说 学程式这一件事浪费多数的人生 这一点是在证据上面是证明是没有错的 好那你就会想说 那国民中小学不是国民教育吗 那如果学程式这件事情是为了职业 未来的职业在铺路 那应该是高教跟技教在做的 那所以说我们就会反省说 那到我们国民教育是需要做到这样吗 那可是这时候一定会有老师跳脚 站起来跟你反对说 不对不对啊 我们学程式的目的是要懂逻辑思考 要懂逻辑会思考 可是你看一下大家在上的资讯课 还有反省一下你自己在上的资讯课 你除了教技术之外 你有教到那些逻辑 你有教到怎么思考的一些方法吗 我相信99%都没有 好那你没有教的东西 你想要学生会 你明明教的是纯写程式的技术 或者是纯创课的技术 你却要他懂得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然后会用这个思考的方法去解决生活的问题 好那除非他们每一个都是周星词 万中无一的天生的练武奇才 不然的话呢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的 所以我们如果上课只存奖技术 就会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好那如果以全民写程式或全民学创课 到底怎么样才会达到那个理想 就是我们想要教他用会逻辑会思考的这个理想 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课我会跟大家洗脑 好那各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们虽然不是第一批被我洗脑的 大概也是前三批 好那 你们非常的重要是因为你们这一次受的训练 会是最完整的 从观念的厘清到课程的设计到技术的实作 我们这几天的联发科特别安排的这个课里面 都会有相关的部分去做这样的指导 所以各位非常的重要 你们不但不但懂核心 懂技术 你们也知道课程要怎么设计 课要怎么上 好所以各位都是 联发科教育基金会跟教育结合打投证的那一批 好那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好你常会发现一件事 有时候我们在教育处 我现在是在阶调教育处 所以我们常常在推动一些科技教育之类的 那但是你当你在推动或者你在学校推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时候上级的长官 不是我不是讲我们这边 我想大家其实各县市我都很都蛮清楚的 就是当你的上级不太懂教育的时候 然后这时候他们你的孩子就很可怜了 因为往往会有很多奇怪的政策 会影响到你的教育 那所以这时候孩子们是非常需要你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自己想得很重要 那新的课纲来了 它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核心 比如说运算思维 设计思考 素养导向 创造力 自主学习 这个版面都跑掉了 自主学习力也动手做 好那这几个都是新课纲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核心 但是我想各位 我们从107年就公布课纲到现在 我想各位在上课里面 不知道有没有跟这个做一些结合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想 其实我看过蛮多人的课 大部分还是只有在技术上面打转 那我们科技课到底要怎样才能学到核心 那我这边 那个就是我们等一下我后半段的秘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跟各位再分享一个课纲的秘密 那这个课纲呢 我分享课纲的秘密呢 我不是要打击课纲 我是希望各位站在课纲的基础上 然后再往上跳一层 那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课纲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那根据课纲的这个 课纲出来的这个过程 我解释一下给各位听 那所有的课纲呢 都会依照世界的人才需求去定总纲 那总纲怎么来的呢 总纲就是由类似这样的OECD 这样的一个世界经济合作组织 所提出的需求来当做世界的人才的需求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去处理 因为教育都是为了服务人类的经济活动 这个大原则是没变的 那所以当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去提出世界人才需求的这样一个需求的时候 那各国呢就会依照那个需求 再加上自己国内的民企 然后就会去做一点简单的修订 简单的修订 然后这从需求出来到总纲出来 事实上专家教授就需要一点时间去做修订 然后修订出来的内容也会跟需求有点不大一样 所以各位拿到的总纲是依照世界需求 而根据国内需求去改的 中间就会经过一段时间 然后再来总纲的修订到定出课纲的细则内容 这中间又经过很多国内教授的一些讨论 甚至是派系斗争之类的 巩固自己的领域之类的 那这中间又经过了一大段的时间 然后到课纲定出来之后 他需要广宣嘛 所以会请各县市的辅导员去受训去研习 那等到辅导员学习完了之后 其实辅导员的理解 跟定总纲跟定课纲的人的理解 可能又会有一点点差距 这个Delta Delta那个小三角形最近很流行 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Delta 那辅导员学完之后到各县市去广宣 要办了很多的研习 然后老师去上课 那第一线的老师学的内容 跟辅导员讲的内容 事实上又有一些差异 那就经过这样子一连串的 经过数年 然后经过Delta之后 放大越来越大 那等到假设你百分之百 老师都学会了 那将来你要到实施的那个时候 世界的需求已经改变了 世界的需求已经改变了 但是课纲有没有跟着世界需求 随时在修订 没有 就算有的话 也是这样子过来 又要经过好几年 所以这个是课纲 课纲我们现行课纲制度上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会去反省一件事 就要去检讨一件事 好 既然课纲呢 经过这么多年 才会到我们的手上 到第一到现场 然后又经过了这么多人的传递 传递之后 那个误差会越放越大 好 那我们为什么 不随现场的需求去做修订 所以课纲也很聪明 他留了三分之一的空白 当作新兴科技 所以事实上你是可以去做 按照你学校的需求 你的教学的需求 或者是你的课程需求 去做修订的 好 那既然我们都可以随着现场的需求 去做修正的话 那为什么我不能直接按照未来的需求 去修订呢 因为各位的学生 将来都是好几年以后要出社会 那出社会之后也是好几年以后的事 那为什么我的课纲 我的学习内容 为什么不能按照未来的需求的内容 去修订 那很多人就会说 我怎么会知道未来 我不知道未来 不知道未来我怎么去修订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没解 其实不是 为什么 因为未来其实也有很多种解决的方式 第一个 你从先进的地区 拿过来到那个没有看过的那个地方去实施 那对那一个没有看过的地方 他就是未来 所以我们从先进的地方 把相关的这个技术技巧拿过来 他就是未来 还有呢 你的想象力跟创造力是可以练习的 我们举例来讲 比如说现在5G技术很发达 那5G技术发达之后 教育会产生怎样的改变 我们在学 我课堂里面会讲一些新制图 或者是曼陀罗 那所以你就可以去想象说 5G的核心是传递的资料的技术 变得非常非常的快 可能大量的资料一眨眼就啪就收到了 那根据这样的一个核心 我可以想象未来可以发生怎样的改变 你用一张曼陀罗就可以想出八种不同的未来 用新制图也可以做类似的统整 所以事实上你是可以去想象 可以去设想可以找一步先去料到一些改变 然后另外就是在各位的 各位经常看电影看小说 小说里面那些未来的场景 事实上就渐渐的在发生 很多以前很久以前看的未来的场景 事实上现在都发生了 所以同理可证 现在新的小说电影里面的那些关于未来场景 有可能是在我们的小孩子的未来会发生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学了设计思考 这里不用等未来也可以开创 就是你可以从生活中找到问题所在 你就可以开创大家的需求 设计出一套什么东西去解决大家的需要 如果你有教设计思考 你会拥有这样的能力 那我们就可以去开创未来 所以不要说不知道未来 未来是在你的手上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如果真的不知道未来 那是不是有些很重要的能力 这些能力可能是万古不变的 比如说思考的方法 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些东西可能是万古不变的 那我们教这个学生通了之后 他是可以未来也可以用的 然后另外就是能快速学习应用跟变化的这个能力 那这个更是重要 那我们在 在这个 这个部分在新的课纲里面的5C并没有提到 待会儿会分享一个 我们新的花莲线的愿景给各位看 那另外一个就是 想象跟创造力开创的需求 那所以如果你可以让学生 拥有想象力跟创造力 那他就可以根据他的累积的一些经验通则 去很快的推出你现在的需求 我要怎么处理 然后可以想象出很多新的需求 所以课纲其实 他是 对于那个课纲其实是给 一般老师 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idea去follow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这位老师 你完全你很有未来的想法 你也知道那些未来的需求 然后你随时都有跟着世界的脉动在做变化 这样的老师 其实课纲是允许你超越的 所以你是可以超越课纲 你不用一定要回到远古时代 好所以他允许超越 但是至少呢 那个完全没有idea的人 他是可以有一个follow的方向 所以这是课纲的定位 好那目前 其实我认为 在地球上 目前最重要的能力 应该是这五个 那这个是前年 前年我们在花莲县 就是当那个国小 国小科技领域被拿掉的那一年 108被拿掉那一年呢 大家有很多的争议 然后各县市开始 在自救的时候 那我们花莲县就准备了一个这样的愿景 那各位可以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里面呢 红色这个部分就是教育部 课纲里面提到的五锡的能力 好那但是我们上面多了这两个 多了这两个 因为时代快速的变动 那时代变动非常的快 也许我们真的不能够知道 未来长相是怎么样 但是最起码我 如果可以让学生 学到自主学习 就是他有那个动力 他也有方法 他也有能力 可以自己上网去学习 或者自己用任何的其他的方式学习 他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方法 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力 那这样的小朋友不管他放在未来 或者是他也许他现在学校上的课 完全是跟他未来没有关系的 这样的小朋友 领有这样自主学习的能力 你未来出了社会 他会根据他的职业需求 根据他的生活需求 他可以很快速的去自我学习 所以你必须有这个 因应未来的快速自学的动机跟能力 所以这是我们给小朋友的第一个自学 自主学习的学习力 然后第二个呢 这刚好就这两年疫情 还好我们之前就想到了 那个 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订的时候 是因为花莲是偏乡 那花莲是偏乡 我们的这个学校跟学校之间 跟那个距离都差得很远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孩子 他在学习是辛苦的 因为到学校很远 然后呢 我们的花莲的地形很狭长 各位知道我们 从北到南两百多公里 然后我们是全国这个地形最狭长的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小朋友 老师有这个跨时空跨领域学习的能力 这样子老师也不用长途奔波 然后小孩毕业之后 我们现场又希望留住红利人口 人口红利 就是说学生人毕业之后 希望他能够留在县市工作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不用东南西北漂 然后可以想去哪里就住哪里 只有这种人 他具备云端工作能力的这种人 他可以爱住哪里就住哪里 我今天拿个笔电 我可以去海边就可以上班 只要我有手机网路 我哪里都可以是我工作的场域 那所以我就可以挑 比如说挑花莲 挑南投这种空气清新的地方 我去住在那边定居 然后工作可以在线上处理 所以那刚好又符合这两年的疫情 你看云端的能力多重要 那所以再来就是创造力创客的这个能力 那我们刚刚上一个云端的能力是 你不用去找别人 你在这里你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那我们以后工作两件事 如果不是你去找公司 你不是你去外面找别人 那就是人家要来找你 那什么条件可以让人家来找你 就是你有独一无二的创造力 你这个东西只有在你身上才找得到 别人别的地方找不到 那人家就会来找你 那所以你想在哪里也可以在哪里 所以只有这两种能力 是可以让你自由的能力 所以创客创造力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思考解决问题 面对情境的发现问题跟解决问题的思考力 这个就是我们课纲里面很重要的 设计思考跟运算思维 然后还有合作 沟通合作团队分工的一个协调的能力 所以这五个能力是我个人认为 目前在地球上最重要的能力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我并没有说一定都要跟我一样 好那所以我觉得各位我们在上科技课 科技课里面呢 其实真的国民教育阶段 国小国中 他就是要教学生出去 毕业出去之后 他就能够在生活上用到的能力 那至于职场的能力 说实在是在高教跟技教的阶段培养 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高中之后学的微积分 各位在座的老师 你是国中小老师 甚至包括联发科这边 你高中以后学的微积分 你这一辈子有在生活上拿来用过的 或者有在工作上拿来用过的 请举个手 有吗 你看国中小一定没有 更何况是联发科 好所以这就证明说 你看我如果是一个 我们其实很多老师都会建议说 这个小孩子 如果你可以发现他某一样专长 然后或者是说他对他的人生 他已经早就想好他要做什么了 如果是属于这两类的人 你不管是从 你就从国小国中开始 他的空余时间 他的课外时间 你就可以让他去多学 他的专业领域的部分 好那如果找不到目标 找不到方向的人 才跟着国中小的课纲 慢慢去上课 慢慢去探索自己的需求 所以其实国中小真的就是要 要去除了探索自己之外 要学习普通的基本能力之外 最重要是生活的能力 所以我们就要去反思 去回想我们的科技课 到底要带给孩子什么 那么所以根据刚刚的一些想法 好那我会建议说 我们科技课事实上 要做一些简单的转变 好那各位放心 等一下我要提的内容呢 完全不用很深的技术 完全不用很深的技术 那很简单的方法 而且是 随手就可以拿来使用的方法 我这边没有任何学术背景 所以我也不会告诉你很多什么 世界咖啡杯 什么五四三分组 什么乱 一堆奇奇怪怪 拥有专业名词的分组的 上课的教材教法 那我当我们讲到一些教学理论的时候 我也不会质问你说 这是哪一个教授讲的 这是哪一位学者讲的 没有这种事 我们各位都是一线的老师 方法能用最重要 工具用上手最重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观念的沟通的部分 刚刚已经讲到两个 第一个是关于课纲的想法 那第二个 就是关于我们科技课教技术的这一件事 我想应该会给各位有一点冲击 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 那有冲击是好事 有冲击才可以适当的反省一下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待会会有一个中场休息 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跟各位分享实际的做法 很简单的实际的做法 那首先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在科技领域里面 因为我个人是玩创课的 我们是做那个科技教育 尤其是基电整合的那一块 那当然3D雷切我们也有在玩 然后写程式也有在教 那我自己发明了一个这个东西 你不用去找什么学术论文 这个东西都没有在里面 所以也找不到 那我把创课的这个课程的层次 我把它分成五个层次 那第一个是概念层次 概念层次就单一概念层次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数位输入这一件事 就是单一概念 好那第二个叫做概念工具应用课程 比如说我刚刚如果学到 已经学到那个数位输入的这个概念 然后呢我们基于这个概念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应用 简单的东西 比如说我用这个按钮输入 来做一个钢琴的按键 一个单一的概念的使用 好那等到这个概念熟了之后呢 好我再回头教另外一个概念 然后再给另外一个应用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 一二一二一二 这样的一个教法很像我们在上数学课 给你一个定义 然后几题应用练习题 然后等你确定你都熟了这个概念之后 再换下一个定义 然后再几个应用 没错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第三层我把它叫做小主题 当我们学完几个简单的概念之后 比如说学完了数位输出 数位输入类比输出类比输入之后 我们就可以给它一个小小的主题应用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七个按键的小钢琴 然后也有灯光可以显示的 那这样就属于一个小主题 那所以我们在一般一般课程的教法 我会把我个人的习惯 我主要的上课方式有两种 那如果是针对中年级第一次学的 我会习惯用这种一二一二一二三的 这种模式去上经常性的课 就是资讯证课里面 我会这样子去上 那这个就是属于先练内功再练外功 好 那这个试是什么 试是学校如果他比较有想法的 然后他会安排一个校本课程 然后呢 他根据这个校本课程的终极目标 然后他就会去切割 他各年段要达到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深科之科 一年级上什么 二年级上什么 他会做这样的一个安排 那这是属于校本课程的层次 那再上去呢 我把设计思考的层次呢 把它定义到最高 好 那设计思考就会 学生就会需要说 他去观察现实的场景 然后从里面去发现问题 好 好 那那个回答问题的时候 等我们等一下 那个 到一个段落之后再回答 好 那所以 在设计思考是比较难的 需要具备下面的一点点基础 那你有下面的一点点基础 你再去带设计思考 比较容易把它带得比较实在一点 如果你没有下面一点点基础 你直接去带设计思考 带PBL的话 比较容易会流于形式 就是有那个形式出来 但是学生 事实上是被你拖着走 好 所以我还是建议会需要有点基础 好 那所以这是我 把 把那个层次分成这五个 那对于一般的初学者的 或者是国小的政客 中年级阶段 我会希望是一二一二一二三 然后一二一二一二三 等你觉得基础都交完了 然后小主题也练习的差不多 你就可以往这上面去进行 那当然 比较进阶的 比如说国小六年级之后 或者是国中 他们就会比较希望是主题型的 PBL型的 那我就会从上面 从中间下来 从中间下来 那就也就是说 你会先有一个主题 然后主题做适当的切割 切割成各种不同的小主题之后 再去各个处理 然后去解释 那个每一个小主题里面的概念 这个是属于PBL的方式 先大的东西 拆解成小的东西 然后做完之后 再去拆解概念 去做教学 那这个是属于进阶型的 那学校如果有整体规划 就是从第四 四三二一这样下来 那如果你是实战的 你要给学生很丰富的实战经验 那就会建议从设计思考开始 所以这会根据你的需求 这是一个自助餐 你要去组合 组合你的套餐 那么接下来 因为讲到我们的课程的实施 就会实际提到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然后等一下还会提到素养化 还有自主学习跟创造力的培养 所以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这两个新的关键字 应该是老师们最不容易理解的地方 那尤其如果你是去受过训的 你去受过辅导员训的 或者是说你去上过初阶的 科技老师的培训 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课纲最终在科技领域最终的理想 就是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那这两个核心对第一线的老师 真的是学术名词 那学术名词 如果你去上过他的课 你应该会回来会更晕 会更晕 那关键是推动的方式不太对 那各位以后去上类似这样的一个研习 你心里面要有一个认知 就是教授他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一定会把定义讲得很清楚 那定义的东西是学术的东西 学术的东西 那所以接下来如果教授有安排 现场实务的老师来跟你做转化的话 那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你一定会母沙沙 那母沙沙呢 你回去就必须要自己透过 教授讲的这些学术上的东西 然后跟你现场的经验 你要自己做转化 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做转化 你觉得经验还不到那边 你就要等一下就要听我练校话 那我会用很实际的例子让各位了解 什么叫运算思维 那等一下我们讲完运算思维之后 我们会先让各位休息10分钟 好 那运算思维呢 在各位如果听到这个运算思维 又去上过研习的话 如果是高中以上 大部分都会直接focus在演算法 好 跟资料结构 好 那这个是属于技职教育的阶段 他们会把它着重在技术的部分 那事实上在国民中小学 很重要的是运算思维 他必须他必须你把它用这五个方式来做看待 第一个叫做系统拆解 第二个叫演算法思维 第三个是抽象化 第四个是模式识别 第五个是资料表示 那这五个东西都也都是新名词 但是等一下呢 透过我简单的说法 我想各位应该可以很容易的去了解 比如说系统拆解 各位在当老师的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班导师 那你去到学校 你第一天上课 班级成功很经营的老师 第一天上课一定会做一件事 就是分配股掌 选股掌 然后你就会选一个班长 帮你种你的所有的事情 选一个风纪股掌 帮你管班上的秩序 选一个学艺股掌 帮你处理所有的 跟各各个领域老师的一个联系 或者收作业 安排作业的事情 然后会帮你 会选排长 帮你收各排的作业 当你会发现 当你把这些都按捺好之后 你的班级经营就井然有序 因为每个人各师其职 当我每天学生一早来到学校 排长就自动把各排的作业 给收好 打开 放在后面的柜子上 叠成一排 还把那个没有交作业的人 寄一张单子 挂在黑板上 然后老师就很清楚知道 谁没交作业 然后班级上课的时候 有人吵闹的时候 风纪股掌自己会站起来管秩序 然后体育科的时候 体育股掌会自动把学生带去 帮你做暖身操 排队等等 那你就会发现 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系统拆解的方式 事实上这个就叫系统拆解 那你就会发现 我的生活轻松愉快 我班级就几乎没什么问题可以处理 因为大家都分工处理好了 那如果你是一个兼刑症的老师 今天我如果突然丢给你一个案子 比如说请你来办一个全国的竞赛 那你这一辈子没办过竞赛的话 你一听到这个处长交办你这个事情 或校长交办你这个事情 我心就开始很慌 我这一辈子没有办过竞赛 一下就要办全国赛 你是不是故意要找我麻烦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不能上班我没有办法了 我喘不过气了 我压力很大 我忧郁症要发作了等等 你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然后自怨自爱 甚至得忧郁症 然后但是如果你有学过运算思维 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叫系统拆解 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处理 我们就会直接因为你没有看过没有办过比赛 也看过也参加过比赛 那你至少会知道说比赛一定会有赛程赛制 那个竞赛的内容 那所以你需要一组人马帮你做这个赛程的处理 所以这个叫竞赛组 那我就找了A老师 A老师拜托你 你帮我负责竞赛组 然后比赛一定会有交通接送的问题 所以我安排一个交通组 会有吃饭的问题 我安排一个伙食组 会有跟记者沟通 给新闻稿 联络记者这个部分 会有一个还要联络长官 所以你安排一个来宾组什么之类的 那当你把这个组都分配好之后 然后你跟他们说 麻烦各位组长 各位先就你各组的负责内容 你去拟一下草案 我们下个礼拜一回来这边 我们再把所有的内容讨论一下 当你把这个责任都交办出去之后 哇你完全松一口气 为什么 因为每一件事都有人负责 那如果这五个人都把他该负责的部分做好 这个竞赛组也弄得好 然后火石组也弄 交通组也弄得好 住宿组也弄得好 然后来宾组也弄得好 每一组都负责好自己各自该做的事 你整个比赛不是就很完美了吗 所以当你做系统拆解的时候 每一个拆解的纸系统 如果可以很有顺序的各自完成它的内容 那事实上你这个整个内容就可以完成 这个就是系统拆解的意义 那所以当你有这个素养的时候 任何事交到你的手上都难不倒你 因为你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这个就叫系统拆解 所以各位其实在听学术论文的定义的时候 你要想到现实生活上跟你的生活的关联是什么 你唯有知道跟你的生活的关联是什么 你去交给小朋友 小朋友才能弄得懂 好 再来演算法思维 这个又更简单 演算法思维在高中指引上就讲程式 那其实演算法思维就是你解决一个问题的步骤 顺序 所以当我们去解决一个问题 它一定会有一些步骤跟顺序 所以当你接行政的时候 你这个业务不会 那个业务不会 你去问前任 前任就会给你一堆卷宗夹 卷宗夹打开呢 里面就有那个案子所有的步骤顺序内容 那所以我以后要办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要办一场演习 那要怎么处理顺序是什么 哪些要先弄好 然后核销的程序是什么 步骤是什么 你就你有拥有这个卷宗夹 你就知道这些步骤 那你以后你只要照这些步骤做 你就可以完美达成你的任务 这个东西就是演算法思维 所以演算法思维很好的人 他未来最起码可以当一个小小的leader 就是比如说工厂的领班 因为他在他可以把那个生产的过程 安排步骤顺序 把它安排的很好 然后在生产线上直接可以施做 那所以他解题很有一套 他是一个很有力的执行者 那如果刚刚那个系统拆解 这个能力很好 他是可以当leader的人物 他在国小可以当班长 他去外面可以当经理级的人物 好再来看抽象化跟模式识别 这个部分呢 他其实是一体的 一个是怎么把东西归纳整合出一个模式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需要用到的时候 我要选哪一个来用 这个就好像我们数学课 数学课老师呢 都就会去推导出公式 那推导出公式 你把重点跟步骤原理那些东西都抓出来之后 把它弄成一个公式 弄成一个模组 弄成一个复程式 弄成一个函数 这个就是抽象化的动作 所以当你要去遇到面积的 你要求面积 你就要去选 那我要选使用面积的公式 那你遇到什么状况 去选哪一个公式 这个就是模式识别 所以这两个 一个是设计制作出来 一个是取用 所以通常一个事情 很有能力的人 他有可能是他的背后 有很多模组在那边 一个行政很厉害的人 因为他背后有很多的卷宗资料夹 任何问题他都有对策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市面上有很多那种血行星座的书 他就是告诉你说 AB型的人个性是怎样 O型的人个性是怎样 然后什么摩羯座的个性是怎样 然后三羊座个性是怎样 各位千万不要看一看就忘记 他其实就是给你相对应的策略 做什么用呢 当你遇到这一类的人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应付他 比如说我老婆是O型 那O型的人各位都知道 就是那个脾气很直 脾气一来马上就发脾气 然后隔天就忘记 就是直来直往 那我们以前不知道他的个性的时候 他跟我生气的时候 我就会记在心里 我是AB型的 记恨会记很久 所以我就一直记在心里 然后记在心里之后呢 过两天过三天 我都一样摆着臭脸 过一个礼拜 过两个礼拜 我都还是整天都是臭脸 然后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发现说 你为什么这两个礼拜脸都那么臭 我就跟他说 你不是两个礼拜前 那个什么什么事情吗 那又不是我的错 你干嘛跟我发脾气 然后呢 他就会说 有这件事吗 然后经过这样反复几次的相处之后 你就会发现 哇这个O型的人 真的是 当天生完气 隔天就忘记 那所以变成说 我跟他相处的模式 以后我遇到这样的人 如果他在跟我生气的时候 我就要听一听 我就算了 我绝对不要放在心上 损害自己的心智 那所以呢 我就练就了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以后他生气 我就当天听 就假装我在听他生气 让他发泄一下 发泄完之后 我根本就不 左耳进右耳出 把他当耳边风就好 那至于他呢 因为你隔天问他 他也不知道有这件事 所以忘记就算了 这样子就可以相处愉快 那所以说 你如果具备这样的能力 那这个人 他可以准备很多 他的一些经验 当做他的背景知识 那他遇到某些事情 新的问题 他就会去套用他的背景知识 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那所以 台湾的学生很厉害是 比如说在数学上 背了很多公式 然后考试他就只会套公式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点是 抽象化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 你要在茫茫的大海里面 抓取有用的内容 架构跟重点 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智慧 那这个部分是 其实是更重要的 这个部分要训练 那他也是自主学习的训练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那可以透过教新制图来达成 那可是这个学校没有教 学校从来不教你 怎么学习这一件事 所以这在我们的课里面 其实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训练 新制图的训练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资料表示的部分 那资料表示呢 这个在职场 或者是说在你未来 你要去说服别人 那在职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能力 那比如说 我用 比如说我们上课 小朋友在写Squatch的程式 那一般呢 他写小游戏 角色都会有那个Healthy Point HP 生命指数 那比较初阶的小孩 他就会直接把那个变数挂在荧幕上 比如说他的生命指数100 然后被敌人杀到就扣10变90 就一直往下掉 这是初阶的 那如果你要把它弄得好一点 我们就会希望他说 你可以把它图像化 变成那个生命雪条 变成雪条 那变成雪条之后 因为人是视觉的动物 所以你就直接看到那个血量的多寡 它会减少 你就可以更直接的了解 我的血还有剩多少 然后如果他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 你又再更进阶的跟他说 同学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一点 你可不可以让体感也放进去 就是比如说你 你那个生命啊 如果血量降到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 我希望我能够更有感觉 那这时候Arduino就可以放进来 加上振动马达 所以当你血量少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不但那个血量会变成红色的 会闪烁 然后你的多媒体的音效 还能够更刺激 更音乐节奏更快 然后你的振动马达 会把振动传递到你的手掌或身体上 那你就会玩这个游戏就会更有感觉 那同样的意思 你如果在现实的生活上 你要给老板报表的时候 如果你直接拿试算表 一堆数字给他看 如果他是快筒专业的出来的 那没问题 他直接看表 他可以了解 但是通常老板不会是那么专业的 比如说那个几百万年薪的实习生 他可能就不是专业 他不一定会看得懂报表 那这时候呢 一个优良的下属应该把你的报表怎样 转成图表 所以你就会把你那些数字 变成比如说长条图或趋势图 那有这样的东西出来之后 我即使不懂快筒相关的资讯 我看那个趋势图 我就知道 我这个趋势是往上还是往下 所以你就可以判断说 为什么我七月东西 我的笔电可以卖得那么好 那就是因为 然后你再去分析背后的原因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大家都放暑假了 或原来大家都进入防疫阶段 需要笔电 所以大家都买很多笔电 所以那个整个趋势图是往上的 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判断 再去做一些进阶的促销 那更厉害的会做什么 更厉害的那个经营者 更厉害的那个会提供 我老板我就给你A案B案C案 那A案的后果是怎样 会有怎样的效果 然后B案的效果会怎样 然后会怎样的后果 A案B案C案 然后让老板去做选择 因为通常老板投资者 他就是出钱的 他不一定要去经营公司 那但是决策是责任在他身上 那一个好的经理人 应该要把这些后果 跟方案告诉给老板 那老板只要做选择就好 因为责任他负 所以那更厉害的会怎样 根据所有的数据分析 来老板我就直接告诉你 这三年全部都买联发科的股票 就对了 其他你都不用想 这样又更好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 因为他是资料表示 他也可以处理一些资料转化 跟后端大数据分析 那所以说如果你是提供你的使用者 他是一个视障的 那视障的我们就知道他看不到 所以你就要把你要提供给他的资讯 要转成耳朵听的声音讯号 类似这样的一个转化 或者是统计分析决策 这些都是属于资料表示的范围 所以经过我们刚刚一个 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各位应该可以发现 运算思维真的是生活的能力 真的是生活的能力 那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说 下半段会跟各位说 怎么样要把你在教程式 教创课的过程中 教机电整合的过程中 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运算思维的方法 也交进去 放在你的教材教法里面 然后让他一边学到你的 实际的技术之后 又可以把它内化成生活的能力 去做解决 好我想因为上课时间的关系 我必须给各位休息10分钟了 那我就先停在这边 那下课时间 我们就把它交给佩奇 好我是Cincia 不好意思佩奇 我这边直接讲好了 就是现在我们下课10分钟 那我们就请大家 在11点19分的时候 回来我们的教室现场 好谢谢大家 好那么有关那个回答问题的部分 我们待会在最后的阶段 会留几分钟来回答 好大家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